人际关系这种小认同而打算 李登辉当权的时候 一群国民党的外省卦官僚 基于他们自认的优越感 拉出一批人马而成立新党 但这些外省卦的旧意识 不可能与台湾社会结合而产生新东西 只经过短短一段时间就快速衰退 接着国民党因为2000年大选连送分 于是清宋主义的人马又拉出一批 而有了清民党 这些分裂出来的党 由于和他们母体国民党相同 都已失去了政党该有的价值大认同 因而国民党可以透过权力而维持比较久 这些小党由于权力基础不强 虽难免大兰吃小兰很快就被吞掉而告泡沫 泛男阵营近些年来已分分合而四次 悲哀的是他尽管一直分合 但却没有一次触及最重要的价值层次 这种大认同 国民党仍旧跟古代一样 由于掌握权力所以置居正统主流 他把政权挑战者蓄意的妖魔化跟仇敌化 企图利用人们的恐惧感跟对立感而继续保持政权 他一方面抄袭民进党 但又丑化民进党 其实任何逻辑严谨的人都知道 当国民党把台独选项论列为正纲 他即已不再有丑化台独的资格 但他对民进党狂轰猛打 他即不再有垮垮而谈超越蓝绿的资格 国民党在价值层次无论什么空话都讲过 而又选择性的找题目 草草题目攻击及丑化对手 这只在古代性格的政党才会这样 至于他对普系相同的亲民党 只会扣别人叛徒的帽子 并认为亲民党作为只会让民进党语用得力 这种说法其实只是一种全谋语言 他跟国民党以前动辄高唱团结及巩固领导中心口号 武器如出一策 这边南方硕先生怎么帮民进党讲话 其实就是说出一个政党的阶段是在什么 政党跟互动不一样 互动要离开的时候离开这个互动 所以日本好像要抖手头 抖手头有的不的 打一顿 政党要离开就离开 政党理念不合那就是只有分裂 分裂出去以后还要尊重人家 然后尊重人家的参政权 选举权 这都会这样 但你现在看出来说 亲民党要选的时候叛徒或什么都加在上面 这就是在说这个政党它存在的价值跟认同 所以在说这个的时候 他用这个人强加在身上的时候 今天说很奇怪 如果马英九说不独不同 跟他说这个不同的时候 哪里就应该尊重民进党的价值 但是他有吗 没有啊 所以我就说他以前 民表时代的红尘筹说不打不响 不战 没减 也不投降 不战不合不响 也不合 对 也不跟你合 国民党还要跟民进党合 有没有跟民进党要谈一下 没有耶 跟国民党 敌人呢 一千多个飞弹对着他的这个敌人 拼命跟他谈啊 这是什么态度 所以我就想到说 有时候要跟台湾人民说一件事 我常常说一个笑话说 红衣 你欠我50块 我欠你50块 我也欠你50块 我还欠另外一个人50块 但是你们两个都不给他投50块 因为我们好朋友 但是那个50块 投投球 投投球之后又叫黑道的 叫兄弟 我如果生活刚好50块 你想我会生孩子人 只要说我给你们两个好害你 我一定生孩子嘛 因为他会给他抬嘛 但是这个抬头 要说这个价值是对吗 这是正义吗 要说的很久了 大家去思考一下 所以最近大家没在看什么正义的 这些理论 在看这些逻辑的时候 他再想一下 这个在正义上合乎逻辑吗 他平平50块 他这50块还是比较慢的 这50块不一定是 是王天来的高理大 但是你要生孩子 我给你们赞这50块 不害因为你们不会跟他这样做 这样子对吗 所以今天在台湾里面 国民党对民进党就是这个态度 但是他对国民党是一种态度 对共生党是一种态度 这样对吗 虚实说我其实要说什么 你有看我 连南方寿先生都说 为了欢丽党、李党会 那一群外省卦 自认有优越感的外省卦 成立了新党 于今安在认同 但是那个只有什么 对人恨的认同 对 你要有一个国家的强力的认同 那个才能持久 就是所谓台湾意识的认同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你说这个事情吗 我觉得南方说讲得很清楚说 你如果是一个现代政长 你后面有个认同 你的价值是什么 他也是说国民党现在有没有价值 就算分出来清明党、新党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都只是用政党来拿着权力 他并没有讲后面的价值是什么 所以你才会抄民进党啊 虚实说台湾前途2300人决定是谁讲的 对不对 民进党 民进党讲马英九要不要抄 好 要抄啊 反联 路联公投 马英九抄什么 反联公投 宏义我的意思是说 可以 你马英九可以说 我的认同就是中国认同 就是要同意的认同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住宅 社会住宅 青年住宅 宏义 所以我常讲 南方写这篇意思是说 你如果有个认同在那边 你只要这个认同 你一直持续下去 这个认同人民会支持的话 你的政党就会持续下去 你不是在讲说民党2008年不是会打在地上吗 那现在为什么会五五坡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政党有党产吗 这个党 这个政党还 国民党还联合共产党在打他 宏义我在想说这个政党现在怎么活啊 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联合国民党 最有钱的国民党 那国民党在台湾内部又很有钱 控制媒体控制党产 然后又不跟你谈 宏义这个政党现在在台湾听说什么 决战中台湾啊 要五五坡啊 那因为这个政党有理想有理念在这里 南方都在讲说 那马英九你的认同战 你不要每天在那边讲什么建国百年孙中山 那孙中山三民主义 国公大师每次在讲的 三民主义里面那中游要扮演什么角色 你要不要讲清楚 国公时报他有没有抄 对 抄啊 抄啊 侯义 那个暗时假克政他有没有抄 也抄 非和家营在那边抄 也抄 侯义 金普松认为说 我只要抄你 我就选举可以赢 很好 金普松你就这样搞下去 国民党垮 国民党这个政党会被人家看不起 被南方都写这样的文章看不起 原因就是在你这样做嘛 是 哪些人常常在正义民进党 总统候选人 选英文 不敢大声发帅 台湾独立 同样的 好多时候都说得很好啊 你马英九如果是中国认同 你大声发帅 你的认同是这样子嘛 给孙线可以去选择你到底要选什么问题 但是他给你逸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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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一個政治平衡家 他當然看得出來這是假的問題 國家的論壇如果不一樣 哪有可能可以有共識 他怕你講出國民黨裡面的分裂 國民黨的價值是什麼 國民黨的價值是什麼 很簡單 黨產 你不像那些東山都整個過關起來 這個黨還有什麼價值 走到沒辦法的人去了 別說心動 全民黨都沒有去了 所以他的價值就是在收到那個東山 他不可以儘管失去 總統帶他們的人做 那些東山才會夠的條 中東山夠的國家的財產 那些東山如果沒有去的時候 怕你叫他跳下去 跟民進黨一樣 跟全民黨一樣 我相信全民黨就把國民黨趴在那裡倒下去 是 如果說這個所謂的認同 我從頭到國民來說 對我們來說 我們如果不想跟他平 你就寫你的PRC 我們寫我們的ROC沒關係 對不對 我們不用把你的PRC拿下來 我們不用把ROC拿下來 我們就是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對 頭上的童聖遠老師 你看你就看完了 對 你看你就看 我代表ROC可以信任 信任就是 問題是什麼 問題現在 南方說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的主政者說 頭前的拿下來 你知道 他是說這個 對 對 你自己說頭前的拿下來沒關係 還說也別人 民進黨說 你怎麼可以說不要拿下來 這就是感覺 南方說看說 這個是虛偽 對不對 你又不敢反抗台灣意識 剛才這樣說 沒有你說出來 你說你中國意識 他不敢說 但是什麼 說到台灣意識的人 他就想辦法吃 要把你吐一下 所以南方說說 這種政黨為什麼 他沒有動未顧是得吃 我要補充一下 南方說為什麼要寫這個 這是最近一些藍莓在講 蔡英文是空心菜 我們前面講 社會住宅是誰提的 非和家園是誰提的 反國光實話是誰提的 最近又不是講 實價瞌睡 對 實價瞌睡 那今天又提出來 八年要把什麼 赤字打掉 弘以 這些東西 才是有認同有理念 你去罵人家 空心菜 南方說寫一篇文章說 那你國民黨你的認同在哪裡 你的大價值 你的大認同在哪裡 你真的還認同三民主義嗎 你真的還認為什麼掌架歸功 什麼國營事業是要調節 我不相信國民黨裡面 那些官僚現在相信這個東西 好 等一下我們開放給大家Call in 先休息 進廣告